据三国志鼠书《关羽传》陪松之注引记载 曹公与刘备为吕布于下批 关羽起功 不使秦仪路行求救 其取其妻 功许之 关羽则出言直视貂蝉红颜祸水 勾引黎剑婉董卓和吕布 又被曹操送来勾引自己 不要真以为世间男子都向董卓和吕布直流 能忠美人计 不是所有男人都会被貂蝉所诱惑 当这天晚上貂蝉被曹操派人送到关羽房中时 这时候的貂蝉可是历经了沧桑变迁 比当年施展美人计诱惑董卓和吕布时 更增添了成熟的气质和韵味 除掉吕布之后 曹操对刘备又不放心 因此曹操一直想分化刘备麾下的大将关羽 想笼络关羽为自己所用 所以曹操不惜下血本 把貂蝉送给了关羽 吕布已死 关羽这种值得托付的男人 又瞧不起貂蝉 而貂蝉又落入曹操手中 势必会再度沦为男人的棋子 因此貂蝉就决定一死了之 不让别人再操控自己的命运 虽然貂蝉是虚构的人物 但是历史上曹操在攻打吕布时 还真出现了争色事件 这件事的主角就是关羽和曹操 看戏曲名字就知道 关羽最后是直接杀了貂蝉 而这些原曲桥段 其实是出自元代评书画本 《三国置评画》中所记载 据《三国置评画》记载 曹操的谋事寻忧 效仿王允献美人连环祭 建议曹操将貂蝉名许关羽暗中给刘备 用貂蝉离间刘备与关羽之间的关系 这样激化刘备与关羽的矛盾 从而达到除掉刘备收服关羽的目的 由于曹操十分欣赏刘备手下的大将关羽 因此对关羽十分拉拢 于是曹操就把一代美女吕布的爱妾貂蝉 送给了关羽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 一代美女貂蝉与关羽同处一晚之后 次日就悬梁自尽了 这又是为何呢 到后来关羽五圣人的形象深入民间 因此人们认为 一代五圣人杀一个弱女子不符合圣人的形象 于是又在戏曲桥段中进行了修改 最终改成了关羽同情怜悯貂蝉 没有杀了他 而是把他藏到了城外镜此案中 后来曹操听说关羽把貂蝉藏了起来 就派人去寻找 貂蝉不想再任由曹操摆弄 就在镜此案中悬梁自尹 关羽看到此时的貂蝉 自然也是心源一马 可是关羽也知道 这很可能是曹操施展的美人计 用以离间他和刘备的关系 因此关羽一直努力克制自己 不敢正式貂蝉